就在我准备过安件时 发现右边有个小姐姐 好像一直在找什么东西 你好小姐 你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吗 我是快上丢了 你要不去外面再找找吧 这里面人太多了 里面有没有翻一翻 没有我记得放在这里了 怎么办啊 你要不先去办上临时身份证吧 可以办临时身份证吗 可以的你就在旁边 你方便带我去一下吗 我不太方便 因为我的车快到账了 我得去检票了 不好意思啊 你找找吧 这是我准备进站了 突然发现箱子上多了一个包 肯定是刚刚那个女孩落下的 于是我选择去把包还给她 这次发现她了 哦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去赶车了吗 哦你跑太快了 东西你的包是不是 这是不是你的包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车都已经走掉了 刚走得太着急了 我那也没有赶上 哦那你赶签了没有 我赶是赶了 但只有到晚上的票了 那要好久 你要不找个地方坐着等吧 我准备上去等一下 你别上去吧 上去那边多冷啊 也还好了 真的这高低暂太冷了 你要不去我车里坐会儿吧 对 太好吧 去我车里等吧 没事 你这么多东西拿着都不方便 我帮你拿 走走走 怎么样车上暖和多了吧 好多了 怎么感觉你知道流程那么丝滑 啥意思啊 我觉得坐在我这个位置上的女生应该有很多吧 怎么可能 我平时都没时间接触女孩子 对了你今天怎么没跟男朋友回去啊 没有男朋友啊 真的假的 怎么感觉现在好看的女孩子都没男朋友啊 对啊 我闺蜜她也是很好看 但是她没有男朋友啊 而且她的身材很好啊 就是你们男生都喜欢的那种 懂吗 啥意思啊 就那种啊 哦 你快别说了 给我看看 找到了没有啊 找到了找到了 这个这个 哎呦 这个确实不错 是不是很好看 但是吧 我觉得还是没有你好看 是不是这句话对好多个女生都这样讲过 没有啊 你说实话 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呢 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我比较喜欢用心一点的男孩子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都不能满足我的条件 你啥条件不能满足你 我百分之百能满足你 你说 算了算了 你说什么条件 哈哈哈哈 早上起来送我上班 送你上班那不简单吗 你早上几天起来 要六点钟 六点钟送我上班 六点钟是送你上班 鸡都没起这么早 算了算了算了 你下车吧 走了 你怎么去呢 你能不能把油钱截掉下来了 你开着怎么这个空气啊 哎呦